研究青蛙很簡單 可是研究青蛙他發現一件事實 他想要照顧的青蛙叫做台北赤蛙 很小隻,只有大拇指,食指這麼大 頂多這麼小隻 就這樣這麼大隻而已 然後身上有金色的綁紋 很可愛,只有很小聲唧唧叫 像小雞一樣唧唧叫 而且很小聲 那台灣現在為止到處找沒剩幾隻 沒幾個地方有 那他發現他想要留下來的其中一個地方 在 山芝那邊 然後在一個小小的蓮花田 那那一代種很多蓮花 不是只有那個蓮花田 可是那個蓮花田能夠還有 那就想辦法留下來 不管他什麼原因留在那裡 那發現說影響他最大的原因 你不可能說把異地繁殖 不可能 那最後的方法就是怎麼讓 那個農人的主人願意跟零華慶配合 所以他想盡辦法讓 轉了好幾手找各種方法 那是一連串完成的故事 我們可以再講 但是弄完之後他發現 重點就是怎麼協助農人可以有機種植 而且是友善的種植,不是有機 第二個是怎麼協助他們銷售 那就這兩個重點 所以有機種植、友善種植之後 協助他們銷售 那銷售一直都是個問題 那到最後 銜接起來變成是他們的一個窗出口 就是烏來這邊 他們以烏來這邊 進行另外一個 有機的認證方法 重點不是土壤 不是那個什麼採樣機器 那些蔬菜什麼 重點是你的田裡面有沒有腳印 所以他田裡有腳印的認證 那其他認證還是沒有少 只是重點是田裡有腳印 所以像我們今天去的比利農場 他的蔬菜如果被咬了幾口 不要懷疑是三槍咬的 然後呢 我們在 那個 另外一個 葛思佑農場 我們在 葛思佑農場那邊是用那個 葛思佑農場跟下面某路農場 用的是 藍雀 然後呢 信賢的邪技農場用的是什麼名字 用的是什麼動物我忘記了 那他們這幾個農場 都跟這些動物都有很濃厚的故事 欸 兩個妹妹不見了 沒關係 我們去到二手 丟二手 嗯 還是等他們